拉走症 拉走症 是一個很常見的幼稚園 或者是嬰兒的問題 通常問題就是 當我們給一個力去拉的時候 令到一個發展還未做得太好的關節 特別是腰骨骨頭側邊的環狀印帶 有時會輕微有拉傷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個叛甩教的情況 至於為什麼會有這個叛甩教 通常是說拉走症 有些小朋友會走走的時候 有時他們扭軸地的時候 但我們又不想他們落地 我們一扯 向上扯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個叛甩教 或者有時我們冬天的時候幫他們脫衣服 如果我們比較粗魯 很大力一脫 然後一搓 也可能有這樣的情況 另外有些小朋友可能真的跌倒 玩拉拉扯扯的時候 有時都會有這個情況 都會偶爾看到的 相對這個症狀 在我的經驗來說 都算是挺有滿足感的 因為一開始那些小朋友 是完全不懂得動 是不斷哭 那些家長當然會很擔心 或者照顧他的人都很擔心 自然的情緒就不太好 但通常跟他檢查來說 這些小朋友沒有明顯的瘀傷 甚至觸碰他的位置 其實你只要不動他 你碰他都可以 但你動他就可能喊痛 通常這些伏位是非常容易的 伏完之後 可能十分鐘之後 他就可以伸龍活虎玩 然後大家都很開心 因為好像很神奇地 由一個不懂得動的小朋友 變成手完全會動的 所以這個都挺有滿足感 亦都是幫助到小朋友 幫助到家長 不用那麼緊張 可以處理到的 根據文獻說 四分一的人 會有再甩膠的情況 不過不用太擔心 因為當他們去到五六歲的時候 剛才說的環眾人大 開始成熟的了 去到六歲打後 都真的沒有這個情況發生 加上他們又高了 所以都不會再發生的 所以我們要做好 下一次預防的情況 剛才都說過那個機制 明白那個機制 就是當他向上拉的時候 有機會會脫教 如果我們真的 有時迫不得已 要拉都沒有辦法 例如在馬路中心 如果他在那時候才扭手 我們有時為了安全都沒有辦法 但如果有時可行的話 有時我們當真是要捉一捉住他的時候 都不要完全使他手垂直的時候去拉 輕微有少少挖曲的狀態的時候 那個機會率又會減低 另外跟他脫腸皺衣服的時候 都溫柔一點 那你一直都減少這個情況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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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